今天账帕帕又来新的小伙伴了 这是一条猪鼻蛇的太妃 去麦加说 这个小家伙 他有点小小的凶 所以我开箱的时候 都是在手头开箱的 但是他现在上手的效果感觉 还算挺不错的呀 他挺乖的 暂时现在还没有咬我 而且还挺活跃的 这个小家伙应该有个20多克重 属于是条大苗 不过这小家伙 暂时乖还是挺乖的 麦加跟我签嘱咐 我很嘱咐跟我说过 这小家伙特别特别的凶 其实我挺好奇 比他后面凶到一个什么程度的 一般猪鼻蛇都挺乖的 凶的猪鼻蛇 属蛇比较少一点 好了 咱们废话不多说 咱们先给他安顿一小下子 累到 好嘞 这小家伙现在已经算是安顿好了 这个小家伙我算是发现了 他 打个来说 他镜头感特别的强 我不知道为啥 我平时拍别的蛇的时候 他们都喜欢乱动 但这个小家伙都不一样 他特别喜欢往镜头上面凑 看他又凑过来了 不过不如不说 猪鼻蛇的颜值确实很堪的 因为他看起来就特别的 特别的蠢 蠢到一定程度自然就好看了 来咱们来尝试一下上手 大伙请勿模仿 千万不要模仿 看上去好看上去好 这小家伙就卖家说挺凶的 但是到我这里之后 出奇了乖 暂时还没有表现 就像咬我的那么一个意思 不过话又说回来 咱们猪鼻蛇上手的手感 确实会比较有意思那么一点点 猪鼻蛇的手感会特别的超 就跟排一条麻绳一样 虽然说咱们猪鼻蛇的手感一般 但是猪鼻蛇的渴玩性也是挺强的 猪鼻蛇 他有个特别好玩的技能 那就是装死 一般猪鼻蛇在受到威胁的时候 他们就会开启装死的模式 然后把肚皮翻上来 然后翻上就没人后了 好了 该把他给放回去了 我怕上走太久了 他真的咬我了 他还不愿意回去 他惨我的时候惨得好紧 他该不会突然反过 突然咬我一口吧 应该不会吧 他就是不下去 应该 应该不会想咬我吧 好了 下去了 好了 咱们先不打扰他了 先给他进养个三天 然后再给他喂食 乖 还是挺乖的 但愿他后面进养过后 我不会想咬我吧 但愿应该不会吧